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阿萍 我是優佳 今天是禮拜五 所以我們來吃貨時間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是要來吃第三家義大利麵店 叫 維克義式廚房 那前面的英文 我不會講 請原諒我 那這家店的外觀 使用台灣古時候的三合院概念所建成的 上面是紅瓦 下面是紅磚 好 那第一夜我還以為看到是在賣台式料理 或者是某個人的家咧 真的 我也這麼覺得 很像客家菜耶 對阿 好 那我們就進去囉 好 走吧 進來店內 看到的就有六張桌子 剛好塞滿店內的所有空間 每張桌子呢 大約配四張椅子 所以說在這邊吃飯 極有可能與其他客人併桌吃飯喔 那想認識的新朋友可以在現在喔 那他們的牆壁呢 是使用白磚頭 再加上強燈光照明室內 所以冷氣開得不夠強的情況下併桌吃飯 再加上光線的照射之下 會邊吃邊流汗喔 好 那接下來是這一家店的菜單 其實要進去店內之前就可以看到 它在外面的玻璃上貼著這一家店的菜單 這一家店最主要的菜單呢 是自己挑選主食與配菜還有醬汁 那在葷食的部分 選肉跟海鮮的話 蔬菜可以選兩種 那如果是選蔬菜總會的話 就可以選四種蔬菜來料理喔 然後看到這個價錢呢 真心覺得是不是老闆不想要賺錢了呀 真是的 那這樣的搭配啊 其實至少會有數千種以上的搭配可以供我們做選擇喔 真的是太誇張了啦 那在店內呢 還有免費的紅茶可以喝 真是很貼心耶 那我跟佑江呢 今天選的都是義大利麵配蔬菜總會 兩個都是110元喔 那我選的是這四樣蔬菜 分別是紅椒 蘑菇 綠花椰菜跟南瓜 那麵條吃起來很粗 然後也很有口感 可惜啊 份量真的是一般般 我只能到五分飽的程度 醬汁呢 我是用奶油醬 牛奶的味道真的是十分香跟十分的稠啊 用料真的不得不說他們用的很多耶 而我點的是青醬義大利麵 配菜是紅椒花椰菜 番茄南瓜 可以自由搭配選擇這點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這樣其實還蠻好玩的 而且也可以避免掉不喜歡吃的配菜 而配料的部分 我覺得沒有那麼的講究 但以這個價格來說 我覺得還可以囉 那青醬的味道就是還蠻一般般的 好 以上就是維克義式廚房的介紹 那就是說 如果有突然想吃義大利麵 然後想要簡單的來吃 然後自己如果不想煮 那就可以來這一家 那交通方便 一起來就到了 好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們這部影片的話 不妨在下面幫我們點個讚 如果想持續並且追蹤我們的影片的話 不妨在下面幫我們點個訂閱 然後在第一個時間 有蚊子 那如果想第一個時間看到我們的影片的話 就在下面幫我們按一個鈴鐺 那下一個禮拜吃貨時間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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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別的倒過來好